嗯 嗯 那么上一刻呢 创建了这个 宝石的一个立方体 然后我们来看看 嗯 这是图形 然后我们来看看 怎么让它动起来 竟然是个动画 制作人家当然得让 咚咚动起来 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 领方体 让它移动到这里来 在这里创建一个关键帧 这边关键帧就让它记录一下位置 记录位置 点击这个钥匙 这个比如说35的时候 把它移到这里来 一上去 再让它点击这里翻转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就有一个它被踢飞一样的样子 其实这也是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 试试在这里也记录一下 哎呀没记录好 哦没有选中它 之后让它在这里的时候移过来 刚刚没有弄好 转个几圈 好 在这里再记录一下关键帧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 一个小方框 两个小方框 这就有两个关键帧 而这个就是它行走路线 中间有一些小黑点 它行走 也是它行走路线 至于最后 这就是它最后要走到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播放一下 试试 点击这里 它就会这么 当然如果你点这里 它也会慢慢慢慢见面到这里去 好 去动画怎么做 简单小动画 图形 转转去动画也会做 那么可能 几乎看前呢 已经可以在朋友面前 撞毙了 好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MC的微评 欢迎来订阅我 欢迎订阅我 好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MC的微评 拜拜